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历史的背后一书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张作林为人敢作战党。 对于东北的领土问题和主权格外看重,手底下更是有30万东北军,飞机大炮一应俱全,对于日本人表面虽然很是和气,但是双方对于利益方面却始终不可让步。 当时日本人急于拿下东北,以此为根据地占领中国,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张作林。 关东军方面几次和张作林谈判,但张作林土匪流氓出身,表面一套背后一套,让日本人很是恼火,就想要除掉张作林。 西间对张作林的自杀不止一次,虽然张作林到此都没有指正是日本人所为,当时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,这是谁战的。 张作林之所以这样是不想和日本人正面冲突,想要维持双方平衡,保存自己的实力。 张作林第一次被刺杀,是日本人关东军的某个高级军官,来奉天访问,张作林为了表示地主之意,就前往接近,没想到回来的路上遭到了刺杀,但是刺客却无以为骑着高头大马,起个腿舞的是张作林,把手榴弹扔了过去。 结果此人却是汤玉林,汤玉林被吓了一条,受了轻伤,而张作林则趁机骑马跑回了府邸,这一次刺杀让张作林心惊胆战,对于自己的安全则更加上京。 1928年,张作林被罚失地,北京赶回沈阳,日本人把握住了这次机会,炸毁了张作林的专利。 张作林身受重伤,回到沈阳后,因为一直无效,张作林于当日死亡,但是让人怀疑的是,为什么当时这座砖列上有这么多车厢,日本人偏偏能够炸到张作林乘坐的那个呢? 谈起这个事情,其实也是让人大为叹息,当年慈禧第一见到火车的时候,就让人在宫中造了一段铁轨,然后找来了火车头和车皮,让人拉着在宫内跑。 此起坐的车自然是格外的奢华,无论是装饰环,是什么的都用的是最好的,连外面都有许多点缀,各种娱乐设施一应俱全。 张作林打到北京的时候,也看中了这列车皮,于是就让人给搬了回来,连到了自己的火车上,把这节车厢当成了自己的御用车厢。 起初的时候,张作林也没有想这么多,只给这节车厢增加别的一些装饰,让他看上去比以前耗了许多,更加适合自己的使用,也没有对外表进行伪装。 当时日本人自杀的时候,最主要的,就是能够炸到张作林乘坐的那节,而这节最为鲜艳,装饰得最好,无意之间暴露自己,原本慈禧享受的东西,却让自己成了活靶子。 估计张作林可能到死之前,都没有想到为什么日本人能够炸得这么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